中国森大不服女尸 你知道都有谁吗 眼前这位沉睡了数百年的美女 出土于江苏泰州的一座 明代墓葬 只见她紧闭着双眼 面容十分安详 但却只能排第二 专家为这具女尸宽衣解带之后 感觉眼睛一亮 因为这个借口的保存状况很好 难道女尸不服的秘诀 就是这枚戒指 不服女尸中排名第一的 又是谁呢 江苏泰州农民工 在修路时 意外挖出一座古代墓葬 十里八寸的村民都赶了过来 泰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 听到消息后 立刻就赶到了现场 一看这可不得了 这墓主人的墓葬 还保存得非常完整 根据周边发现的一些陪葬品 可以确定 这是一座明代墓葬 但是墓主人的身份 还是一个谜 从棺果中能否找到 墓主人的身份信心 由于现场围满了 看热闹的群众 为了安全起见 考古人员决定 将棺果整体打包这实验室 再进行开关 当准备工作就绪以后 考古人员就迫不及待的 将棺果打开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里面竟然还有一层盖板 将第二层盖板打开 在场的人都被眼前的景象 吓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人 打开以后看到他的紧闭着双眼 但是面部表情比较安详 当然了脸部由于有一些脂肪碱 就是看着颜色上并不是像 那个正常的新鲜的那种颜色 竟然是一句不服女尸 女尸全身浸泡在黄褐色的官夜中 里面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也不清楚 如何才能将女尸安全地抬出来 成了考古人员面前的一大难题 经过研究后 考古人员分别用三根绳索 把女尸的腿部 胸部和腰部捆绑起来 然后一起将女尸抬了出来 直接运到了博物馆的冰柜里面 考古人员这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接下来的工作 就是确认牧主人的身份 考古人员对官国里面 进行了仔细的清理 结果却让人失望 里面除了一些具有防腐作用的 灯芯草之外 什么物件也没有 考古人员不能放过一丝蛛丝马迹 于是又将目光 转向了不服女尸的身上 考古人员首先取下 不服女尸的帽子 一头乌黑的绣发 显露了出来 将女尸胸前的扣子解开 考古人员惊讶地发现 这具女尸竟然穿了八层衣服 由于女尸的身体已经僵硬 在场的人将她翻过身 才把衣服脱了下 紧接着就是脱裙子 她那个裤筒很大 最后把它全部都解开 然后还有她的那个小脚鞋和裹脚 将所有的衣服都扒下来以后 在女尸右手的中指上 竟然出现了一颗 晶莹剔透的绿宝石戒指 感觉眼睛一亮 因为这个 这个戒指的保存状况很好 宝石的这一块呢 还感觉就是 晶莹剔透 那种光洁 晶莹滋润的那种感觉 都还不错 专家认为 这名女尸之所以不服 很有可能和这个戒指有关 不过最后经过研究得出 女尸布斧的主要原因 还是因为 墓葬以及棺果的封闭性 比较好 创造了一个无氧无菌的环境 你对这句百年睡美人 有什么看法呢 她和心锥姑娘 谁更胜一筹呢 中国三大布斧女尸 心锥指排第三 1972年 一具在地下保存了 两千多年的汉朝女尸 意外出土 成为了保存时间 最长的诗诗 这具女尸 外形完好 皮肤还有弹性 就连关节都还可以活动 发现不服女尸的事情 已经传出 立刻轰动全世界 美国想用月球上的石头 来换取木中的木炭 日本首相更是请求 让中国用不服女尸的头发 当作国礼 送给他们 哪怕半根都行 这具女尸 就是西汉时期 戴侯立仓的夫人心锥 面对中国询问 所要心锥夫人头发的用途时 日本却是闭口不达 这里面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野心 更加让人没有想到的就是 新锥夫人的死因 竟是因为吃了甜果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新锥夫人又是如何做到 尸身千年不服的呢 为什么新锥夫人 在不服女尸中 只排第三呢 马王对汉母 呈现罕见的方形 墓葬中间 是一个巨大的果实 里面堆满了密密麻麻的陪葬品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地下宝库 但是最让人惊掉下巴的 却是墓中出土的大量食物 其中更是发现了不少 沾着肉粒的竹签 看来墓主人对于烧烤 十分热爱 其中还有一锅 两千多年前的藕片 而且这些藕片 就像是刚放进去的一样 连藕丝都清晰可见 但是可惜的是 在打开的一瞬间 里面的藕片变成了一锅汤 能将这些作为陪葬品 埋在墓中 看来墓主人是一个典型的吃货 这不禁让人们 对于墓主人更加好奇 让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是 这具棺谷竟然是用了四层棺材 层层相套 这一层一层的棺谷 可调读了考古专家们的胃口 花费这么大心思 建造的果实 里面究竟有什么 不同寻常的呢 当考古人员打开最后一层棺材的盖板时 映入眼帘的是一层神秘的薄化 这在中国考古史上 还是第一次发现 将包裹在墓主人外侧的丝织品揭开后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一句保存完好 且没有任何腐烂的女士 连指纹都清晰可见 随着包姐的身一枚印章的出土 让在城的人员兴奋了起来 只见上面刻着 窃心锥三个大字 不服女士的身份 终于被确认 原来是帮助刘邦 战胜项羽的道家宗师 立仓的妻子 怪不得能拥有 如此高规格的墓葬 不过让考古人员感到好奇的是 心锥夫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 才去世的呢 为了揭开这个谜团 考古人员对心锥夫人 进行了一次全身的检查 发现心锥生前患有多种疾病 患心病 多发性感激时 腰椎肩盘突出 以及感染了多种寄生虫 其中还发现只在日本 出现的吸血虫病 但是这都不是导致他死亡的原因 在心锥的胃里 考古人员发现了许多甜瓜子 专家得出结论 心锥夫人就是因为吃了甜瓜 才去世 在夏季 心锥吃了甜瓜 导致胆脚痛 最后冠心病 急醒发作猝死 心锥夫人出土以后 就前往各地参观展览 观众可以随意触摸 就这样 过了一年 原本栩栩如生的样貌 变得不堪容 约一年后 才被保护了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说 在不服女尸中 心锥只排第三的原因 那么排名第一的 究竟是谁呢 中国三大不服女尸中 排名第一的 竟然是她 注射器 它血管 仍然可以流动 不仅如此 陶谷林园还在女尸长道中 发现了世界上最早 人体寄生虫食物 比马王队 汉木心锥夫人 还要早一百多年 在马王队 和这个 风华山 出的这些 这些实体里面的 这些寄生虫 是同样的品种 但是我们这个 要早一百多年 在对女尸的骨骼 进行检测后 陶谷林园直呼 她就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第一古诗 考古人员 究竟发现了什么 在发现这句 古诗的时候 考古人员 不禁破口大骂 因为这句 堪称国宝的女尸诗 竟然是在泥坑中发现 1994年 湖北省京门市 郭殿村几个人 趁着夜色 挖开了一座古墓 不仅将里面宝贝 洗劫一空 还将里面的女尸 给拉了出来 专家在泥坑中发现 女尸的时候 她已经在荒野中 暴晒了39天 身上也是伤痕累累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盗墓贼捆绑女尸的绳索 还系在她的脖子上 头发也被盗墓困惑 撤掉倒卖了 但是让人感到惊奇的是 她的尸体 没有丝毫的捕烂 用手指一按 还能弹起来 根据墓葬中的陪葬品 考古人员了解到 这座墓葬是战国时期 距今已经2300多年 是迄今我国所发现 外形 皮肤 骨骼 均保存最完整 最早的一举事实 比心坠不认 还要早上100多年 属于西式国宝 但就是这样的国宝 竟然被这些盗墓贼 这样践踏 对这些盗墓贼的痛恨 有多理解 在对这具女尸 进行解剖的时候 考古人员发现 女尸不仅体内组织 以及脏器保存完好 甚至连血管 都没有出现沾联的情况 考古人员还在 她的肠道里 发现了大量的寄生虫 与今天新鲜的虫乱 没什么两样 这具女尸 带给人们的惊喜 越来越多 但是让考古人员 感到疑惑的是 这具女尸 为何历经2000多年 不服呢 专家在对墓葬 进行发掘的时候 在棺木中 发现了一些中草药 但是由于在空气中 暴露了长石精后 这些药材 已经无法再 鉴定出成分了 而且棺材里面充满了水 这也印证了 陶古界的一番话 干七年 十万年 不干不失 只半年 但是这座墓葬被盗 也给考古人员 带来了很大的遗憾 如果说 这个墓 是经过我们考古 中国的考古发掘 不是当墓 搞这种破坏的话 这个墓 会有很多很多 很好的东西 更加让人 没有想到的是 这具女尸 竟然是一位 长寿老人 在去世的时候 已经75岁了 无论是尸体的保存状况 还是女尸 保存的时间 眼前的这具 不服女尸 都称得上 中国第一故事 你觉得她 配得上这个称号吗 这三具 不服女尸 谁又更胜一筹呢 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